各位朋友大家好 在19大之后 这次新上任的政治局常委们 纷纷在媒体上高调露面 王沪宁 汪洋 赵乐际 这三个新常委都不时找开会议 发表讲话 单独在媒体上亮相 大家都知道韩正是江泽民派系的人 所以他被媒体冷处理 很少露面 这个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但是栗战书他确实习近平非常信赖的亲信 19大之后 栗战书除了在川普总统的欢迎宴会上 他跟其他常委一起出场露面之外 我们就看不到关于栗战书的其他消息了 也就是说栗战书神隐了 过去习近平在国内巡视或者出国访问的时候 我们总能看到栗战书和王沪宁啊 陪伴在习近平的左右 当时啊 被称为习近平的哼哈二将了 他们两个人 所以说呢 这两个人啊 似乎是习近平最为信任的两个人 在19大之后 王沪宁在媒体上 他这个出境的频度之高啊 可以说是夺人眼球 可是栗战书却完全相反 他在媒体上可以说是销声匿迹 不见踪影了 大家都知道啊 栗战书可是习近平亲信里面的亲信了 在过去五年来 栗战书他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 被称为是习近平的大内总管了 因为职务上的关系啊 栗战书和习近平他们见面的频度之高啊 是远远超过其他中央领导人 因此 栗战书和习近平他们两个的私人交情啊 应该也说是很好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大家都纷纷预测 说栗战书在十九大之后一定会受到习近平特别的重用 可是事情啊 却跟大家的预测相反 栗战书在十九大之后并没有显示出被特别重用的迹象 相反 栗战书他被冰冻冷藏起来了 他在媒体上身影消失了 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分析这件事之前 我们先刨一刨栗战书的家底 起底一下 栗战书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从外形来看呢 栗战书啊 他是一个典型的河北大汉 说话带有一点河北的口音 看上去很憨厚 甚至还有一点吐气 记者啊 曾经用朴实这两个字来形容栗战书的外貌 不过呢 栗战书身材倒是很魁梧啊 他身高一米八五 是现任常委中个头最高的一个人 这张照片就显示了栗战书和其他两位常委 赵乐际和韩正坐在一起 栗战书啊 他即使是坐着也比其他两个人啊 都要高出半个头 栗战书你从外表上看上去 似乎他是像鲁智森那样的一个粗犷的大汉了 可是在这个粗犷的外表的下面呢 栗战书啊 他内心却是一个文学青年 他喜欢写诗 在2008年当时啊 担任黑龙江省省长的栗战书啊 他接受过香港媒体的采访 当时栗战书说他年轻时候的理想是当一名新闻记者 栗战书这样说 从政以前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记者 参加工作以后 由于种种原因 没能实现当记者的愿望 但至今仍是一名业余的新闻爱好者 一般来说啊 有当新闻记者智商的人 他往往具有比较强烈的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 由此可见 在年轻的时候 栗战书啊 或许真的是一个正义感和责任感很强的人 但是栗战书他在官场里混迹了这么多年之后 他往日心中的那些正义感和责任感 还能留下有多少呢 这就是一个疑问了 当时候栗战书啊 对香港的媒体他还说 在日常生活中 我特别喜欢看中央舞台的拳击节目 但是我不会打拳 在生活中 工作当中 我这个人的性格好像也是双面的 有时候很豪放 有时候又很儿女情长 这里呢 我们就看看栗战书写的诗 在现任政治局常委当中啊 有写诗这个兴趣的人啊 只有栗战书和王沪宁他们两个人 王沪宁他是一个标准的文人了 所以他有写诗的兴趣嘛 也不让人意外了 可是栗战书他的学历是很低的 他是一个河北私泛大学所谓夜大班的毕业生了 而且呢 栗战书看上去啊 好像又是一个外形很粗犷的一个粗人呢 所以说栗战书这样的人喜欢看什么拳击节目啊 这个似乎是很正常的 可是他喜欢写诗 这个大家就感到有些意外了 据说栗战书现在已经积累了有几百首的诗作 或许将来我们会看到栗战书诗集的出版 在这里啊 我们就比较一下栗战书和王沪宁 他们两个人的各一首诗 栗战书的诗这样写道 儿南众马家万里 志士迎诗泪千行 夜秋风松江月 两三灯火是故乡 王沪宁的诗啊 他是这样写 我站在高高的大楼上 任凭那目光飞出紧闭的铁窗 在眼下的路 酷似一把巨大的黄铜钥匙 钥匙那么大又那么美 它能把一把锁开上 谁又能拿得起这把钥匙去打开那被生活锁住的理想 很显然呢 栗战书的诗啊 他是很传统的 他反映出栗战书的思维方式啊 他也比较传统啊 而王沪宁的诗啊 他就很现代了 也反映出王沪宁的思维方式 他是比较现代的 栗战书他的家庭出身 我们可以说他是红二代 因为啊 在1949年中共掌权之前 栗氏家族啊 他们有15人参加革命 出过三位革命烈士 两位就是省部级以上的干部 可以说 栗氏家族啊 他们为中共打天虾是做出贡献了 所以栗家他也被称为叫做满门忠烈的革命家庭 栗战书他的叔叔啊 在解放战争的时候 他担任解放军的一个营长 在1949年的时候 他就战死于陕西的一个战场上 栗战书的叔叔战死的前几天呢 栗战书的父亲他接到他弟弟寄来的一封战地家书 在栗战书的叔叔战死之后 栗战书的父亲他步行了四个月 他用这个牲口啊 就将弟弟的尸体从陕西运回到河北的老家安葬 半年之后的1950年 栗战书出生了 栗战书的父亲啊 为了纪念他的弟弟 就以弟弟最后一封战地家书为契机 给儿子起名叫做栗战书 以表达对兄弟的怀念之情 当然栗战书家族他这个红二代他的这个红啊 就不像习近平家族那个红二代那么显赫了 所以呢 栗战书家族里面这个红啊 只能说一个小红不是一个大红 也真是因为这个小红二代啊 栗战书啊 他并没有直接受益于他那个满门中烈的红色家庭 下面呢 我们就比较详细的介绍一下栗战书发迹的历史 栗战书出生于河北省平山县陆家庄的南沟村 栗战书的家庭是一个满门中烈的革命家庭 栗家在战争年代一共有15人参加革命 其中3人成为革命烈士 其中比较有名的有7个人 栗战书的主妇辈有3人参加革命 其中4主妇 栗战温 他是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 在1949年后 栗战温曾经担任山东省副省长等职务 在1967年的文化大革命中间 据说是被迫害致死 栗战温他在1979年被平反 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栗战书的三主妇栗建周 他是1937年加入八路军 他也是一个老革命了 栗战书的主妇栗崇周 他是1939年参加革命 在建国以后 他就担任了镇定果树研究所的所长 也算是一个老革命 栗战书的叔父这一辈 他有4人参加了革命 其中叔父栗正通 他是1937年加入八路军 在1949年的时候 栗正通 他作为第一野战军的一名营长 在陕西攻占马加山的战斗中 他就战死了 当时候年仅26岁 栗战书的另一个叔父 栗正清 他是1933年入党 他1936年死于天津的日本人的监狱 栗战书的另一位叔父 栗正明 他也是1933年入党的老党员 他早年参加平山游戏队 据说负伤十多次 他是一个二等甲级残配军人 栗战书的父亲栗正修 他也是1934年入党的老党员 他父亲曾经担任了所谓地下交通员和村支委书记等等 栗正修 他是在他的父辈和兄弟们都参加革命之后 他立家只留下来他一个男劳动力 他作为支撑全家的一个经济支柱 栗战书的父亲栗正修 他在1992年病故 当时栗战书他是担任河北省陈德地委副书记 他还是一个小官呢 现在在平山县度假中的南口村 他有一个栗家三列式的纪念碑 我们从照片上看 好像还是有一定规模的一个纪念碑 栗战书他是1950年8月出生 据说栗战书自幼聪明好学 他先是在他们度假装就读小学 成绩很好 后来就考上了平山县的古业中学 在1968年的时候 17岁的栗战书他就中学毕业 不过这时候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大学也就停止招生了 于是17岁的栗战书 他就作为一个知识青年 回到家乡度假庄务农 他成了一个地道的农民 栗战书他在度假庄当了三年的农民 这时候终于好运起来了 1971年石家庄财贸学校 他有两个招生的名额就给了平山县 那么栗战书他有幸运就得到了推荐 成为了一个工农兵学员 现在就是进入了石家庄财财贸学校 他是七一级的工农兵学员 当时石家庄财贸学校他只是一个中专了 所以说栗战书真正的正式的学历 他就是一个中专毕业生 而且还是工农兵学员时代的中专毕业生 栗战书他在石家庄财财贸学校的学习成绩还不错 毕业之后就被分配到石家庄地职机关上班 就成为石家庄地区商业局办公室的一个干事 栗战书的工作表现他也不错 197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提拔为石家庄地区商业局办公室副主任 由于栗战书的他比较喜欢文学了 他写东西的文笔也不错 不久他就被石家庄地区的地委书记谢峰给看上了 于是他就被直接调进石家庄地委 成为谢峰的秘书 后来谢峰他成为了河北省的省委副书记 后来又成了河北省的省长 那么栗战书他作为谢峰的秘书他也就跟着发迹了 于是官运就大踏步的向前走了 在谢峰的栽培下 1983年33岁的栗战书就被破格提拔为河北省无极县的县委书记 这时候栗战书他还没有想到另外一个他的更好的大运气 也是这个时候开始了 因为栗战书在担任无极县县委书记的时候 习近平就在他隔壁的镇定县当县委书记 当时因为工作的关系栗战书和习近平两个人 他们一起经常去省里面去参加会议一起开会 一起搞什么学习班之类的 所以就相互结识了 栗战书和习近平两个人可以说是性情相投一拍即合 于是他们两个就成了一个好朋友 栗战书他在担任了无极县的县委书记之后 他就历任石家庄地委副书记等职务 1993年他成为河北省的省委秘书长 也就是成为一个副省级的干部了 那么5年之后1998年 栗战书他又平调到陕西任陕西省委副书记 这个又是栗战书的另外一次好运 因为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他是陕西人了 所以习近平家族就和陕西的关系特别密切 习近平家的人就经常到陕西来 那么栗战书作为陕西省委的副书记 他遇到习近平家族的人来陕西 他只要亲自陪同 于是又进一步加深了他跟习近平的关系 这里的照片是2000年 栗战书陪同习近平的母亲 也就是习仲勋的夫人习心 以及习近平的姐姐习乔乔 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 他们一起参观魏北纪念碑的一个合影 栗战书成为副省级的干部之后 这个官运就是不是太顺了 他在副省级这个位置上一干就干了15年 一直到2008年 他被任命为黑龙江省的省长 这才转正成为正省级的干部 这个时候栗战书他已经58岁了 那么两年之后 2010年栗战书他又转到贵州任省委书记 2011年5月8日到11日 这次习近平他是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份 到贵州来考察的四点 这一次是习近平和栗战书 他们两个人阔别20多年之后的重逢了 于是栗战书就放下了一切工作 全程陪同习近平 他就跟习近平进一步加深了感情 进一步加深了个人的关系 2012年的夏天 这时候就发生了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的案件 这时候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 为火树招入北京接替令计划 担任了中央办公厅的主任 显然这是习近平立主让栗战书来接替令计划 当中央办公厅的主任 并且习近平还帮助栗战书在中共十八大上成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 可以说当时栗战书是习近平自己唯一提拔起来的亲信 所以栗战书他当然也是事事都要立体习近平了 栗战书是党内最先提出来核心意识的人 他也是第一个使用习核心这个说法的政治局委员 栗战书他每一次发声可以说都是在为习近平背书了 他帮习近平在党内闯关成功的成为了习核心 那么栗战书以后的事情大家也都比较清楚了 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现在我们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栗战书在十九大之后并没有被特别重用 反而被冰冻冷藏起来了呢 这个呢可能是栗战书受到他女儿力潜心的影响 在习近平刚上台之初他曾经对那些中央大员们就发了通知 要求他们管好自己的家庭和儿女 可是呢栗战书啊就在这个问题上出问题了 他没有管好自己的女儿 早在十九大之前当时候马云的南华早报就曝光啊栗战书的女儿力潜心在香港有经济问题的嫌疑 不久前香港的苹果日报更是比较具体的曝光出来 力潜心已经力潜心的丈夫他们在香港拥有资金来临不明的豪宅不动产 这个呢就更凸显出啊力潜心他这个经济问题的嫌疑啊不是空穴来风的 虽然说香港苹果日报他也曝光了习近平的外甥女在香港的经济问题的嫌疑 但是呢习近平的外甥女嘛他是习近平的姐姐的女儿了 习近平没有管住自己的姐姐姐夫和外甥女 这个似乎呢你还能找到某些借口了 因为现在中国我们都是小家庭习近平的姐姐他可以不算是习近平的家庭成员 从户籍上来说他们两者也是没有直接的亲属关系的 但是力潜心的女儿力潜心可是力潜心的直气亲属了 那么力潜心出问题力潜心就有管教不严的责任 现在力潜书的直系亲属啊他有经济贪腐嫌疑也是比较大的 如果习近平重用力潜书 那么习近平这些年来建立起来的反贪反腐的功绩啊 就可能要做富之东流了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习近平他就不得不忍痛够爱就把这个力潜书冷冻冷藏起来 他不能重用他了 前面我们也说到力潜书啊他是一个红色家族的传人了 力潜书本人的名字中啊他也就包含了红色的基因 但遗憾的是啊力潜书并没有把自己的红色基因传承给自己的女儿 习近平这些年来一直高调的宣传传承红色基因 可是在现实当中啊力潜书这样出生红色家庭的人啊 他也不能把自己的红色基因给传承下去 由此可想习近平他搞的这个传承红色基因的梦想 到底有多少实现的可能性呢 好今天先说到这里再次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